84分也不应该下得让你不敢拿给我看啊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学习它是没有捷径的 那尤其是硕学 你想要拿高分你就必须得多练 这错题总理啊尤为重要 更不能偷懒 明四周你给我过来 怎么了 这一张硕学试卷是你给欣欣签的字 咋了 咋了谁让你签字呢 他定着好了吗你就签字 你以为我平时签字都是随随便便的签的 要定着呢 行了行了 欣欣以后的签字你一个都不要碰 你赶紧滚出去 那个在这里让我看着窩心 欣欣从今天开始啊 妈妈也会注意自己的辅导方式 跟说话的语气 希望咱俩以后能做一个互相不排斥的闺蜜 妈妈我知道了 我得重新把这张试卷做一遍吧 这张试卷你先不要重新做了 你先用这个密封试卷里的收集错题 把错题收集起来 只要像这样拍好错题 选中它们 就可以分年级分学科的直接存入错题本了 咱们要先把错题种明白了 再去重新做这张试卷 我知道了妈妈 我现在先把你的错题都给你打印出来 错题也可以打印出来的吗 是的呀 这里有一个错题重组功能 可以把你最近的错题都选中 这也都是你最近的一错题 现在我把它自动合成一张练习卷 打印出来 这样你就能反复的练习了 妈妈这种应用题我经常错 有没有同类线题目 我还要再练习一下 能不能出几道题给我 你能有拓展错题的想法 这个学习习惯非常的好 但是啊 不用这么麻烦 这个错题本里有个举一反三 你只需要在这个题型的后面按一下 它就能给你推荐相似的题目给你 今天你把这张说的试卷 全部丢了完 妈妈就带你去夹娃娃 咱们放松一下 妈妈 现在错题我已经全部丢了完了 但我还是想重新做一下这张试卷 行 那我来教你怎么打印扣买的试卷 点开密封试卷 这里有一个试卷擦除 对准试卷拍照 就能智能去除手写痕迹 还原一张高清的空白试卷 如果你还想再写一张相似卷 可以用AR出卷的功能 选择好年纪 学科和提数 AR就会提炼知识点出相似卷 那给你 妈妈 这个真的好方便 好实用啊